星期六早上,洛杉磯發生了一系列的隨機槍擊事件 共造成一人受傷 目前警方已逮捕了一名疑犯 槍擊發生在當日早上6時20分至7時20分之間 槍手在洛杉磯東部和Boyle Heights向行人隨機開槍 第一次槍擊事件發生在早上6時20分 一名男子因此身受重傷 疑犯開車離開延長 受害者已被送往醫院 目前暫時未有生命危險 第二次槍擊發生在早上7時20分左右 當時疑犯手持部槍射擊 隨後在Boyle Heights附近發生了第三起槍擊事件 後兩起的槍擊事件中都沒有人受傷 最後警方找到了疑犯的車並逮捕了疑犯 警方還在車上搜查出槍擊事件中使用的部槍 天南衛視記者編輯報道